凌晨新雨蒙福篇 强留耶稣 与他同住 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下午 有两个门徒往以马乌斯去 他们面带愁容忧伤失望困扰 因为他们述来所盼望 要赎以色列民的哪色人耶稣 被祭司长和官府解去 钉了死罪 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又听到几位妇女清晨到府幕去 要去高默耶稣 却发现是空空的府幕 不见她的身体 又遇见天使向他们说 她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 他们的心里充满着困扰 就在这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与他们同走 和他们共化 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这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 基督这样受苦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仙之起 反圣经所指责 耶稣他自己所说的 都向他们解明了 将近他们要到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 说 时候完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感谢主 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 到了晚餐的时候 耶稣主动的拿取饼 煮血 剥开 递给他们 这时 他们的眼睛明亮的 才认出 这就是耶稣 这时 他们的喜乐 真是无可言喻 想到刚刚 讲解圣经的时候 他们的心充满着火热 虽然这时候已经晚了 他们立刻起身 往耶路撒冷去 要去向那些荣活在忧伤 失望困扰的门徒说 耶稣真的复活了 感谢主 主耶稣主动来到忧伤 失望 充满困扰的门徒当中 来关心他们 和他们同行 与他们共化 福祉他们 有这起义的事情发生 是因为门徒 以强留的心态 邀请耶稣与他们同住 今日的我们 岂不是也渴望 主耶稣天天与我们同住吗 主耶稣已经介入我们的生活 若我们迫切地 强留耶稣 诚恳地邀请他同住 他必定不让我们失望 因为本来 他就渴望和他的门徒同住 今日就让我们 用迫切的心 这两个字 强留 耶稣和我们同住吧 也一起经历他同住 所带来的祝福 阿们